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星期的一週回顧 我是袁一 四川甘孜地區藏人大規模示威 軍警開槍鎮壓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情資文演說中批評中國的貿易政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幅下調中國的經濟增長預期 陝西上海等地訪民到天門廣場拉橫幅撒船單 深圳市不及綜合市場除夕業被強拆 無國界記者組織年度報告稱中國的新聞自由度再度下滑 廣東污染源信息公開的舉策領先全國 受到各方肯定 北大教授孔慶東侮辱香港人是狗激起公憤 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表示 西方不應該把中國看作是共產黨國家 藏族作家韋瑟遭到當局傳喚 要求他停止對藏人問題發表意見 異議人士郭權的妻子和兒子出走美國 湖北裔人士秦庸米獲得北京之春雜誌的自由先鋒獎 以上就是這個星期的一周回顧 我是元一 謝謝收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